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华人工商法律博谈节目 新冠疫情使得很多公司的雇主面临着大量的新的劳工法难题 有很多的雇主也可能已经收到了不少来自员工的投诉或者是劳工官司 前盛盖博股商会会长代表南加州众多知名企业的资深审判出庭律师 现任Arcadia市市议员郑博人律师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加州的雇主在疫情过后 需要应对的五项劳工法官司到底是什么呢 郑律师 你好 你好 郑律师 您觉得新冠疫情过后 企业最有可能面临的劳工法官司到底是什么呢 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他们有评估大致的官司 在那时候有620万个官司 10年前只有120万个官司 那在这个620万个官司在疫情年的时候 他们有看说多少是劳工的官司 50% 所以这个面临很大的问题 就是今天的话有疫情 那有这个疫情的话官司会不会再增加 我觉得这个疫情完了以后 到明年初疫情大致的话就会开始控制 会有很多的官司 那很多的官司呢 是原因是什么 虽然出发点发生的时候是疫情 可是我还是觉得说是以前的劳工的官司 疫情的法律其实没有太多 很多人觉得说 今天的话疫情打击我的生意 是 疫情是 可是不是劳工疫情法 所以很多的雇主呢 他最后他会觉得我照着疫情法做事 别的法律我不用做 我觉得90%的官司 不是因为疫情的法律 是因为雇主放弃他的原则 为了以前的法律 所以我第一件事情我要讲 官司我觉得最多会发生什么呢 工商官司 工商的官司 有很多的雇主 他们觉得说可能生意关了 还是减少了 那如果这样子 我的工商保险我就不付了 每个月也付这个几百块 一千块 还是几千块 觉得不值得 那因为这样子 我就放弃了我的这个工商保险 你要知道工商的话 在加州可以到两年 大部分是一年 可是一般是两年的期限 那这两年期限的话 如果雇员他没有钱 还是突然发觉他生病了 还是不舒服了 他等等的 他可以告他的工商保险 就是雇主的工商保险 所以因为这样子 我要鼓励每一个雇主 第一件事情 你要看你的工商保险 工商保险有分成两种 第一种的保费 他是说如果雇员 他讲的损失还是伤害 是在你工商保险的极限当中 虽然你取消掉了 他们还愿意去为您辩护 有的保险呢 他们是比较便宜 他们便宜是哪里呢 就是最后你停止付费的话 他就停止你的保护 所以不管说你那时候有官司 是在你有所谓的这个保险的时候 他们不用保护你 华人有一个问题 他们什么东西的话 都是便宜便宜便宜 所以最后你买了便宜的保险的时候 你有这个官司的时候 你就有连带责任 那一般工商的官司 和解的金额是多少呢 这个无法理解的数目 很小很小的 如果碰了一个手的话 你可以最后付5万到10万块的损失 包括律师费用 所以你一定要不要为了这个几千块的保费 放弃你的保护 所以第一件事情鼓励大家 工商的官司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你一定要小心为了这件事情 那除了工商方面的官司 还有哪些方面的官司 是雇主很有可能会面临的呢 买领工作的员工 很多就被送回家了 他们还是在家里工作 问题是什么呢 在家里工作你没有办法控制 他的吃饭休息时间 他的超时 你会发觉说很多的雇员 突然他们会说 虽然我在家里工作 我没有办法吃饭 所以还是我吃的饭不够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话 有一个官司要提醒每一个人 每5个小时 你要给员工吃饭时间 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 每4个小时 你要给雇员10分钟的休息时间 我为什么讲吃饭时间跟休息时间呢 是因为很多次的话 我们华人的雇主 他把休息时间 变到吃饭时间 所以跟劳工局还是跟对方去谈的时候 他用的字 他不知道有法律的后果 所以你要记得说 吃饭时间是每5个小时 要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 每4个小时要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 你不允许累积你的吃饭时间 跟休息时间合在一起 所以这都要分开的 那雇主会问说 那今天的话 我要怎么样子控制我的雇员 他们没有打卡记录 现在有很多软体在网路上很便宜 他们用手机的话就可以输入 输入进去的话 就很容易的可以看他们的吃饭休息时间 如果一个员工 他一天没有超过6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你不用给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 可是你要有书面上的文件 他同意说 他不需要拿到他的吃饭时间 如果员工他的第一个吃饭时间 他有拿到就半个小时 那他超过有10个小时的工作的时间 他一定要有再一个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 他第二个的吃饭时间也可以放弃 如果有书面上的文件 他同意说我放弃我的吃饭时间 包括现在有员工在家里工作的话 也是要注意这一问题吗 当然要啊 我觉得更要 因为这白领工作的话 蓝领是不一样嘛 蓝领工作的话 你一定要到工厂去工作 你可以看得到他们 可是白领工作 他们可以用电脑 他们可以在家里工作 问题是 他这个白领工作的人呢 他一定会讲说还有超时 那还有一个问题呢 因为我们现在讲到工资的 就是现在很多的雇主 他们说OK 那我一天的话 我本来是付你死薪 那我现在付你月薪 还是每一个礼拜才付一次 因为我没有办法控制 控制你的工作时间 这也是错的 你还是要 虽然雇员是在家里工作 你还是要有办法证明他的工作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的话 关于工作的时间 有一个法律 法律是写说 雇员如果投诉 然后雇主没有100%的正确的资料 关于雇员的工作的情况 雇员可以讲一个合理的数目 他就可以赢了 这个是在加州跟全美国不一样 这是很不公平 对我们加州的雇主 可是法律就是这样子 谢谢郑律师的提醒 那还有一个问题 想请问一下您 在疫情期间 大部分的学校都还没有开放 那很多家长不得不在家里上班 或者是没有办法正常工作 其实现在员工不上班 也可以领到带薪假的薪水 对吧 这方面是不是很容易和雇主有冲突 有 有 为什么呢 加州有一个法律是 印驾 还有一个叫FMLA 所以让我给您解释 加州的话 最少雇员它可以拿到三天的病假 三天的病假 那这个病假呢 是你自己要支付的 就雇主自己要支付 这个病假呢 虽然总共是三天 是24个小时 因为每一天工作是8个小时 雇员可以拿 可以每一次拿两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理论上的话 他可以拿到12天的病假 因为他每一天就拿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一直抽嘛 总共24个小时 总共他可以连续有12天 你要付他没有工作的时间 可是如果他看病 是两个小时 那疫情的病假 有增加一个新的法律 这个很重要 疫情的病假是讲说 一个员工不能工作 也不能在家里工作 如果你有500个员工以下 从4月1号到12月31号 如果他是在照顾他自己 然后那个法律在我面前 你每一天你要付他 他每一天的工资 不能超过511块一天 总共是5110块 所以我再讲一次 如果你有500个员工以下 然后这个员工不能工作 也在家里不能工作 那是叫telework 然后如果这个雇员的话 他是要照顾他自己 因为为了一个疫情的原因 你要付他 他每一天的工资 那当然不能低于 加州最低工资 这个最高限的是511块 总共是5110块 如果他今天他要照顾一个家人 为了一个疫情的原因 你要付他三分之二的工资 不能超过每一天200块 然后2000块总共 所以这个是对很多的雇主 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因为有雇员他确实个性不好 还是他不是一个很好的雇员 那突然发觉因为疫情的话 他马上就 他要马上用这个来赚一点钱 这个问题很大 那您觉得雇主应该怎么办呢 劳工局他有讲说 如果是50个员工以下的话 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他有讲说可能雇主不需要付这个 如果会大致影响到公司的收入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魔力两可的法律 其实目前没有一个官司 递在加州为了这件事情 所以新的法律出来的话 一般的话要花差不多一年到两年 我们才会知道后果 可是这个法律现在已经存在了 我当然没有一个白老鼠 我也不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 当成加州的白老鼠为了这个法律 可是法律就是这样子写的 那郑律师还想请问一下您 现在疫情还是比较严重 很多员工都非常关注工作场所的一个健康问题 您觉得有没有就是员工因为觉得工作场所不太安全 所以就投诉雇主的呢 这发生很多 因为我们华人的话我们特别重视卫生 所以有很多的雇主他们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 就是今天的话雇员不愿意回来 因为他们觉得是有疫情的原因 他们不愿意回来 那雇主要怎么办 可不可以给他合法的解雇 非法解雇呢在加州有分成两种 第一种的非法解雇就是 解雇为了一个不合法的因素 所以给你一个例子 如果今天的话你解雇一个员工 因为他是一个同性人 还是因为他怀孕 还是今天的话他是个华人 这是一个不合法的解雇嘛 因为你知道这个类别的话 有受到加州的保护 可是也有一个第二种的非法解雇 第二种的非法解雇呢 就是如果雇员有一个 他有一个诚意 可是没有法律的支持的投诉 您解雇他这也是不合法的 所以我给你一个例子 如果今天员工他跟你讲说 我们刚刚听的那个法律 就是每五个小时要半个小时自判时间 我们刚已经 你刚已经听到了 如果雇员跟你讲说 老板每四个小时 你要给我半个小时自判时间 还是每五个小时 你要给我一个小时的自判时间 这个法律的话是不支持的 而因为这法律不存在 可是他是有这个诚意跟你讲 如果你解雇他 你报复他 为了这件事情 这个也是非法解雇 这个也是非法解雇 所以现在雇员是有一个问题 很多的雇员他是讲说 老板我现在不愿意回来工作 因为我觉得你的公司 没有造的哪一个法律 哪一个法律 因为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法律 城市有法律 州有法律 县有法律 联邦有法律 很多的法律的话 有很多的法律其实雇主 他也不懂 问题是我们华人不投票 所以很多这个法律的话 没有翻成中文 因为现在的话 美国某一部分政府的话 没有把华人当成人 因为如果说是人的话 他们就要人做的合法化 可是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不好意思有一点激动 我们华人要投票 所以有很多的法律 现在一直在出来 这法律一直出来的话 我们很多的雇主 他们不会英文 因为这样子的话 他们就没有办法知道说 什么是合法不合法 雇员他可能有听说 有这个法律 还是他可能可以看得懂英文 还是他们就编出来了 就乱投诉 雇主的话 我知道现在压力很大 他要的是最好的员工 一般会投诉雇主的话 跟雇主讲说什么 这个合法不合法 这个其实都是一般的 最会辞到的员工 最有借口的员工 最不靠谱的员工 才会这样子做 所以雇主他会把这个员工 当成一个榜样 还是一个例子 然后跟每一个员工讲说 最后研究法律 然后这法律不一致 他觉得说 我其实没有这个法律存在 他就会把这个 让每一个员工知道说 如果你是乱投诉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解雇这个员工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法解雇 然后我要警告每一个雇主 别这样子做 这样子做的话 我觉得风险太大了 所以说非法解雇这个问题 很有可能是雇主 今后可能面对的 比较多的一种劳工官司 对吧 当然是 因为特别雇主 在这种情况的话 他现在在解雇员工的时候 他会觉得说员工乱投诉 反而把我们公司的 做得不好 把每一个员工都吓死了 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就解雇他比较好 我里面说雇主 他不解雇这个员工 他说你不要来工作 我理解 我当然从雇主的角度 我会研究你要的法律 可是我不会解雇你 我会保护你 然后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会让你在家留着 我可以理解雇主的角度 因为我也是一个雇主 所以我可以理解 可是为什么我们律师楼 我觉得是很好呢 因为我们雇主案子拿了很多 可是我们愿意拿雇员的案子 那我们为什么愿意拿雇员的案子呢 是因为我们希望在雇员的角度 我们可以了解说 一个官司要怎么样子做 其实我们15年前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律师楼 是专精做雇员的案子 所以我们的雇员的案子 做得太好了 很多雇主就开始来找我们 保护他们 所以现在的话 我们70%的案子都代表雇主 可是我坚持的是 我们还是要拿雇员的案子 因为一个律师 做太多的雇主的案子 他的想法很窄 雇员的案子呢 他想法比较广 他要想说 今天如果是一个法律可以投诉 可是有10个法律 可以找到的话 可以投诉 那你要有10个不同的原因 要告雇主 我觉得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我们律师楼 我确实是比较好 因为从雇主 我每次拿雇主的案子 我都是从雇员的角度来看 然后我拿雇员的案子 我都是从雇主的角度来看 那郑律师还想请问一下您 现在有很多的雇主 受到了员工的一个歧视的指控 这个您能够我们解释一下吗 什么叫做歧视呢 Well 你是讲哪一种歧视 是因为歧视有分成很多不同的 当然最容易告的 当然是一个种族歧视 可是歧视有分成不同的 可能有性别歧视 有宗教歧视 这个也会发生 因为其实很多的老移民是基督徒 很多的西移民是佛教徒 这个有的时候也会发生 所以你在讲哪一种的特别你想讲的歧视 可是歧视是当然是一个 歧视的话有分成很多不同的因素 不同的category 可是歧视的话 从一个比较大致的这种想法来看 是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直接歧视你 我直接歧视你因为你是长障人 我直接歧视你因为你是同性恋 这是一个比较直接 第二种 第二种的官司 我很多次看到就是 从表面上看起来不歧视 可是从进行的过程 是一个歧视的行为 所以我给你一个例子 因为关于第二种是比较不容易 华人比较不容易理解 像我是62嘛 我超过186 那如果有一个法律师讲说 在我律师楼我是算最高的 我们有一个法律师讲说 每一个人如果是低于185公分 他们都可以拿超时 比185公分的人还高 就不能拿超时 那从一个角度来看 你是在歧视高的人 可是高的人不是一个 在加州法律保护的因素 可是如果唯一的人 在我律师楼 超过185公分的是我 然后我是一个华人 我唯一的华人 是没有办法拿到超时 这个就是在进行的过程 你的公司的政策 这个是一个歧视的后果 所以这个也是算歧视 所以第一种歧视 是由什么事情发生 我经常看到的就是 今天这个人 他经常迟到 可是你没有解雇他 可是华人呢 我们可以抓得比较近 因为我们觉得可能比较亲密 那华人的员工呢 偶尔迟到 那你就开始写信给他 报复他 对他很严重啊 讲很多脏话 那你今天的话 你第一个员工 你没有去投诉他 可是第二个员工你做 然后你解雇这个第二个员工 这个华人的员工呢 是因为他经常迟到 这个是算歧视 为什么呢 因为最后有官司出来的时候 这个华人的员工会说 等等 第一个员工比我迟到了十倍以上 可是你把我炒掉了 就是因为我迟到 这个不算歧视吗 这个当然是歧视啊 那周立生还想请问一下您 疫情之后雇主还有哪些是 比较可能面临的劳工官司呢 还有的呢 我觉得现在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比较大公司 有算是这个FMLA CFRA FMLA CFRA的意思就是 联邦政府加州政府有一个规定 如果你有50个员工以上 你的员工有做了12个月 然后还是1250个小时 他可以离开你的公司 他可以离开你的公司三个月 那这个三个月呢 虽然你不用付他钱 可是你要保护他的工作 他的原因呢 就是他要照顾自己 还是照顾家人 这个的话是加州 跟联邦政府的合法保护 OK 疫情的法律有多增加几个规定 这个疫情的法律呢 它是叫COVID FMLA It's called Family's Federal Families First Coronavirus Response Act 是叫FFCRA 那这个法律是什么呢 今天虽然有这个FMLA CFRA的 50个员工以上 可是如果你有500个员工以下 然后这个员工 是因为有一个疫情的原因 他要离开 你还是要让他走 所以以前是50个员工以上 现在是500个员工以下 你要让他走 然后这个法律呢 是很特别的 如果今天他没有办法工作 也没有办法在家里工作 你要给他12个礼拜的保护的时间 第一跟第二个礼拜 你不用付钱 可是我们刚讲了 他有一个联邦政府的疫情的病假 那个病假呢 是两个礼拜要付 所以这个呢 是12个礼拜 可是第一个第二个礼拜 你不用付 因为你的病假已经付了 他的规定就是 三分之二的工资 不需要超过200块一天 总共是一万块 我再讲一次 以前的FMLA CFRA是讲说 如果你有50个员工以上 工作了一年 还是超过1250个小时 你有三个月的保护的时间 你可以让那个员工走 你不用付钱 可是他回来的时候 同样的职位 同样的工资 可是疫情的FMLA呢 是讲说 如果你有500个员工以下 然后这个员工 他需要回家 照顾自己啊等等的 然后呢 他回家的时候 你要付他钱 第一个第二个礼拜的话 你不用付钱 因为我们现在有疫情的病假 可是呢 两个礼拜以后 你就要付他 FFCRA FFCRA是讲说 三分之二的工资 没有超过一天200块 总共一万块 所以为什么这个疫情 有很多公司关掉 不是因为他们想关 是因为他们怕说 今天如果我们的员工 需要付这个联邦的福利的话 那我们一点收入都没有 我们几乎公司垮掉了 所以有很多公司 他们现在就讲说 我们就关了 我们宁愿关掉 关掉再讲 疫情完了以后我们再开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 可悲哈 当然 我要讲就是 这个就是很可惜的地方 就是很多的政治人物 他们忘掉说他们是一个 因为政治人物的话 一般他们都是 他们都有的都是上千万的 就平均的话 如果你看我们联邦政府的 政治人物的话 都是有上千万的资金钱 所以他们很多次的话 他们会忘掉一般的老百姓的需要 他们会忘掉我们的小公司 虽然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 出发点好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保护雇员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说 小公司的话 你有十个员工 二十个员工 五十个员工的话 如果有那么大的负担 他们里面关掉 这个就是我觉得 我们的法律没有做好的地方 法律一般写这个法律 这种的新的法律 要花差不多半年 半年以后呢 有半年的时间大家在争 有利啊 有弊啊 重写啊 把它化掉啊 多加多减 疫情的法律 他们写了 可能只有花了还没一个礼拜 疫情法就出来了 我那时候呢 有一个好朋友 他在劳工局 有这个疫情的劳工法出来的话 我那时候问劳工局 我说 这个法律我看不懂 还有很多的白字在里面 我说我们要怎么样子 进行这个法律 劳工局跟我讲 不知道 他们说我们也看不懂 那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 是因为让大家讲说 让每一个人知道 雇主雇员都知道说 你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律师也有同样的困难 就是我们很多的事情 我们看这个法律 我们是无法理解 看这个法律 我们觉得说 怎么会有这种的福利发生呢 第一 第二呢 这福利的话 确实对很多的雇主 负担太大了 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公司 因为被危难到一个地步 他们宁愿把它关掉 那郑律师 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 您觉得还有哪些是一定要提醒广大的雇主的呢 怀孕 您要知道说 虽然现在的疫情的话 很多的夫妻 你会觉得大家压力太大了 不会生小孩子 可是其实在疫情的过程 有很多人在家 反而大家怀孕更多 所以变到说很多的雇主 他们有一定无法理解 你怎么可以怀孕了 我们现在是疫情的状况 怎么可以怀孕呢 所以很多的雇主最后就觉得说 那我们要把这个员工辞掉 这个是一个不合法的行为 在加州的话 如果您是有对一个孕妇的话 有特别的要求 这个是不合法的 然后要记得 在加州的话 你有四个月的时间 你可以为了一个 算是照顾自己 还照顾一个新宝宝 男人也是 也是可以这样子做 那你离开的时候 你就可以照顾你的家庭 然后你最后回来的话 同样的岗位 同样的工资 如果真的这个岗位不在的话 那当然雇主要证明 因为这个压力太大了 他一定要有人换班 可能可以和解这件事情 可是很多的雇主 他们最后讲说 特别华人有这个问题 很多的台湾的公司 有一个问题 可能台湾 它有两个问题 现在他们可能在政策 他们觉得说这个合法 第一 如果你怀孕 我们恭喜你 给你一个红包 解雇你 第二 我有经常看到很多信 哇 你现在是65岁 我们的公司的话 每一个人65岁都退休 所以恭喜你现在65岁了 请退休 这个两个都是一个不合法的行为 当然从中国的话 中国也有它特别的 错的逻辑 可是我看到的 从特别是台湾的公司 他们有这个两个逻辑 他们愿意书面上写下来 他们是书面上写给他的员工 你怀孕了 拜拜 你65岁了 还是这个公司60岁 拜拜 恭喜你 你可以退休了 可是两个都是一个不合法的行为 法律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劳工法律条文222.5 劳工法律条222.5 是讲说 如果雇员是有开销 为了雇主 这个都要补充的 所以今天的话 有很多雇员 他在家里工作 那他需要买新电脑 他需要多一个手机 这个的话 我觉得都会有官司出来 所以要提醒每一个雇主 就是劳工法律条文222.5 是讲说 今天雇员的开销 雇主还是要补充的 以前的话 我会看到这个官司 这种官司的话 都是比较大公司 那很多的雇员 有自己的私人的手机 可是他为公司做事 那为公司做事呢 雇主的话 也是要补偿 这个金额 有时候25% 50% 那为什么 这个官司是比较小的公司呢 是只有在比较大的公司呢 因为每一个月的损失 如果10块20块50块的话 那雇员投诉的话 没有一个律师会拿 可是我觉得 为什么现在的话 会有更多的这种的 劳工法律条文222.5的官司 是因为更多的白领工作的员工 现在就回家了 所以现在可能有 四五十个员工 你把它送回家 在家里工作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雇主最怕的就是 集体诉讼 那集体诉讼的话 一般要差不多20到25个员工 有同样的损失 才会有这个 集体诉讼的问题 而集体诉讼一般的话 对雇主是一个十分大的压力 好 非常感谢郑柏仁律师 今天为我们详细的分析 加州雇主在疫情过后 需要应对的 五项特殊的劳工法官司 好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法律博谈节目再见